大家好,我是最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战视频 在盛世视频开始之前,先是实力广告一波 更多精彩请订阅优酷频道,观看战旗TV直播 欢迎大家加入QQ群进行深入的交流 以及欢迎大家进行更多的投稿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视频 今天是打了几局国战,然后一共有四局录像 我们来直接来看第一局 好,我们来看一下 平常的视频都是选用我直播的时候自己打的视角 周末的时候,像国战周末娱乐这样的视频 都会使玩家投稿 首先我们看一局孙坚泰尔茨 我选项风格,如果是无国的话 我是比较偏向于四血武将的 除非是有孙上香这个武将存在 孙上香存在的话,我会尽量 我会这个,就是说 比如说有很好的四血组合 但是里面有一个孙上香 那么我可能会为了孙上香而抛弃四血组合 毕竟他才是真正的核心 吕蒙,这边要浪一波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别走了,再往日小天阳 远将近攻,男男入侵 杀,杀,杀,杀 杀他 杀,雷杀,杀 周氏啊,周氏这边亮将开A 这是为了坑卫国 张辽果蛋看不过去了 上来就是强袭 真男人就是硬干 周氏这个弱女子有点受不了了 那么这里留牌思路给他讲一下 两张无中生友 太史词是一个爆发武将 在没有必要亮将打人的时候 两张无中生友可以留在手里 不用吸引嘲讽,也不用过多的去过牌 在你需要行动的轮次 再过来就可以了 马超助容 两人也是互相看不顺眼 然后大家看到 这个时候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对面的六七八号位 三个人托管 就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一顿杀 打到三个人托管了 隐约看到了卫国获胜的结局 但是有我在 怎么会让你们这么轻易获胜呢 这个时候是要过一下无中生友了 上家惹我 惹我,不好意思,我就要惹你 也是表个态 同时这样把卫国给打出来之后 也是让卫国的嘲讽变高一些 让剩下暗将里面如果没有卫国的话 如果没有卫国的话就去对邓爱进行一个压制 这样会好一些 结果暗将里面是一个飞卫一个真鸡 真鸡这个武将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目前来看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仿佛看到了卫国获胜的结局 看一下后续剧情是怎么样的 典尾依旧是强袭 这可不能给你顺 顺了半天 也没有这个做出更多的行为 这轮断杀 断杀的话就不能够用鼠音杀杀我了 这是比较高兴的 我们现在依然是沉得住气 好 月鹰带黄老爷子 猎公就是强 再贴个乐 真鸡这轮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负面排差 再贴一张兵 甘宁呢也是显得先干鼠 为了收两张牌 柱绒开始开喷了 六七八号三个人打得非常有趣 打完就托管 没想到吧 什么都不说 打完就是托管 无中生有 知己知彼 九火杀 九火杀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还是看一下 亮素酱等一等干瓶 干瓶出来之后给干瓶补牌 进入一个3打3 现在是有一点点的机会 通过这个三尖两人刀 去刀针鸡以下的 请助我一臂之力 轻一下点 这里补去火攻针鸡的原因 是因为针鸡这张牌 之前是通过曹操的尖雄技能 而 尖雄过去的一张冥杀 所以火攻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就只能拼一下张辽 那么没有个难蛮 是可以稍微防一下AOE 干瓶还是非常有野心啊 这下打出了郭家 有点伤 决斗一波 可以看到我之前这个掉到三血之后 孙坚这个过牌能力 使得干瓶有一个强爆发 还是非常不错 那现在呢 就 判星星判月亮 就判邓爱判断杀 邓爱果然断杀 那么再给干瓶补一波牌 裸吃俩逃 你的牌太多了 稳住局面 真的没想到 这磨牌能力是非常高的 从干瓶这个时候过河拆桥来看 他手里应该是有九杀了 不负众望 在孙坚的和干瓶的最后的一个配合下 虽然干瓶在前期有点乱打 但是后面由孙坚这个一个大的过牌 还是把这个劣势变成了优势 非常不错 好来看第二局 看一下啊 这局我们选择了 夏侯敦和寻玉 顺手牵羊 属于是两个卖血武将的组合 寻玉这个武将在国战里面的发挥 其实不如在身份局里面好 因为在国战里面就是 就是截命空间一般都会受到挺大压制的 而且也不像那个身份局有那么明确的队友 好前期依然是低调 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 顺手牵羊 顺我就顺吧 可以把刚烈打开 把这个技能该打的打开 看情况到底要不卖血 能进能退 乃真正发现 一个冠师傅打出一个赵云 那么蜀国又是嘲讽了 然后月鹰呢 也是要来强势的跟着开团 蜀国开团 国战的经典笑话 接招吧 蜀国是所有武将 所有国家 国家里面开团最弱的 因为他的续航能力特别差 不过毕竟人多 这边有一个人跳舞 不是不是跳舞 反正跳飞鼠 我还以为是跳舞 偷一下杀一刀 张良脱管 这些人都出牌有一个坏习惯 就出完就脱管 是吧 觉得人多了就打不过了 那我们那就表一下身份就可以了 万箭齐发不要开 好 灌石斧 鸭月银血线 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给自己打不屑 保证自己就可以了 我们就是这么这个 自私是吧 不管别人 就管自己 因为我一直觉得 只要我活着 就有赢的希望 实力吹逼啊这是 这 拿来吧 杀 五股分灯 你的计谋被识破 被诸葛亮看破 那没办法 看破就看破了 只能认了 杀 能进能退 乃真正发气 火攻 火攻一下 鸭月银血线 死灭 又是一个曹丕 那现在其实是三属三卫 那我们就可以这个时候把 你看啊 我把这赶紧把这个 杰命和刚烈关掉 因为现在呢 没有必要亮将 现在如果亮将呢 孙上香就会知道这个卫国 其实是隐藏的大国 就不会那么 呃 强烈的去对抗蜀国了 这个时候呢 要让孙上香来帮我们打一波攻 曹丕的一个控场就可以了 曹丕一贯事府 我弃了桃子 说明手里还有桃 那果断吃起来 是吧 现在蜀国呢 还是有两个人 那结果啊 曹丕又打一张 南蛮入侵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亮将了 因为 孙上香已经死了 我们这个时候就处于 绝对优势 所以赶紧截命加纲烈啊 坑一下主量对点血 然后就可以进入优势局了 这就是卖戒卖血的这个时机的选择 可以大家啊参考一下 好庞德 现在进入3打3 寻遇其实这么容易被杀死的 火攻啊 先打死一个 以亿代劳 大家过一过牌 我这边还是留一张闪 当然你可以这么输出 就是因为看到他是名点 可以留这个10点去拼点 然后再杀一刀 但是这样他手里就会少一张闪 我觉得不是特别稳妥 就没有这么做 曹丕呢继续裸一进行高伤害 把人数优势减下去 防这一刀 我觉得这个闪还是能防这一下 还是特别赚的 再以亿代劳 那么我是打了两张亿代劳 现在这个细节是拼点啊 然后去打陶P 让曹丕翻面诸葛 这个时候是最稳的 而不是打诸葛两样的血 只要打陶P翻面诸葛 曹丕再通过裸一抽掉一个人 我们就是特别的稳 是吧 对面就自动自决投降了 这个细节也是处理的非常不错 主视角是一个在意细节的玩家 好 第三个 第三个视频 依然是卫国 看了现在是看了一局无国 这是第二局卫国 我们平常在这个录制视频的时候 其实也都是在战旗直播的 大家可以来看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当天的一个精选视频 然后再被上传到优酷去 一般是这么一个顺序 前期大家没有什么作为 无脑决斗 嘲讽藤甲 藤甲这个装备在国战里真是有好有坏 如果有袁绍开心得不得了 如果没袁绍的话就是火攻火杀 冠师斧往你身上拍 话头也是一个战斗头有脾气的人 你敢斗我 我让你看看谁能决斗 双雄走起 表了一个飞裙 丢了火攻 有连弩两张杀 闪一下 雷公助我 脚戈 给力 这边也是替话头报仇 我当要替天使 蔡史词表示果断不能忍 火杀招呼你 我们去拆一下他 都是来了 群雄又要开团 好痛啊 这庞德有匹马手就是长 能够解决我们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隔得老远就打我 然后现在是四群俱在 而且是带了华佗 强度非常高 就一下 泰尔斯还是有用的 好 强行捞起来 捞起来之后就可以明着打了 司马基 这一波洛神有顺手 这个被换了 反正还是十分之给力的 一个大铁锁带火弓 就一下刀一下 画头的手里是明的无中生有 又可以被拼点了 然而泰尔斯没有杀 这就特别尴尬是吧 我们还是赶紧出来 偷一下之后 去把这个捡一马给自己 一个是让画头手里没有红 二一个是自己有了捡一马之后 是可以去对周氏用连弩出杀的 但是麒麟弓就把我的这个捡一马给射掉了 精彩点来了 夏侯渊神速 这样不怕乐 一刀 然后再九杀 二连斩 强袭三连斩 夏侯渊配点尾 这是一个输出非常爆炸的武将 一瞬间就爆炸了 可以看到群雄崩排只在这一瞬间 这局主要是夏侯渊打得好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是在同局跟他玩游戏 没能拿到他自己的视角 因为是路人嘛 也没法拿到他视频 但是给大家看一下他那个效果 就是输出武将的这个发挥 这边点尾是挂了闪电和 身上有一个闪电和乐不思索 真机这一轮过牌已经非常之高了 那么一会张和德选择可以有两个 一个是一乐 就直接乐到吕布头上 一个就是把八卦移给夏侯渊 因为没有牌了嘛 夏侯渊直接两神速就可以带走了 不过司马懿落神是有一个明闪电判定的 所以我在想的话 其实可以让闪电把他电死 这样戏剧效果更好一点 结果夏侯渊选择自己收人头 那就收吧 夏侯渊这个武将我非常喜欢 以前也给他做过专辑 看一下今天的第四局 我们选择孙策 孙策同学 孙策丁凤 孙策丁凤呢 就是在有红杀的时候变得特别厉害 虽然不能激昂两次 但总觉得帅帅的 一步乱击 直接商量也是不管孔荣啊 就是任性 我大嘴又要射 然后司马懿位置非常尴尬 只能让张角来电一下 这边截命啊 果弹截给我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还是让救一下司马 这样可以换一张牌 司马懿最后给我补了一张八卦刃之后就死了 五股分灯 我们选一个红杀 群雄角色还是现在 对场面来说 对于群雄来说还是比较优势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打群雄 魏妍南蛮入侵 不小心把这诸葛亮 给和黄月英 这夫妻俩一起打走了 特别之悲剧 好顺庸先扬 发动这个短兵之后呢 是可以远远的去顺张角的 结果这边打了无蟹 有7号暗将跳了一个群雄出来 那么周瑜这里呢 其实是可以选择去打这个7号的 但是发现这边是个蔡文基 还好没打 那么现在对我们来说的话 是有两个魏国 两个这个吴国 魏国和蜀国都已经阵亡了 留下的魏妍也是空牌状态 这边还是个话陀 非常之厉害 群雄有话陀的时候 就是非常能脱节奏 不过天助我也 张角离线一轮 可以开下南蛮 我来吃菜我想 结果话陀留的是有杀 虽然是张黑色的 但是还是能防住我这个南蛮 周瑜呢 可以趁现在去干一下张角 好 反剑猜一下 收走人 剩下了一个蔡文基和画陀 那么周瑜 孙上香这两个武将 其实任何一个吃菜 表面上都有点亏 但是如果我们把优势建立起来的话 我去吃菜或者周瑜去吃菜都没关系 这个时候 周瑜前面 气牌怒气三桃 手里应该是有基本牌 也有桃子 不用太担心 终于来了一张火杀 短兵 然后还有能激昂 这时候过了一张副一马挂起来 那么一会儿去发动这个双杀的效果就更好了 睡觉啊 红杀给我过牌加上结音 思路不错 手里闪多 能防袁绍 吕布为了杀周瑜上病啊 去顺这个画头的红装呗 这点是特别危险的 因为画头红牌少是很容易死的 好这边判了一下赶紧贴冰凉 那这样画头下一轮就没有作为了 这个周瑜打的不好 他手里的话 这个红色的牌 偏多的话是不要去反见画头的 因为是特别亏的一个事情 可以看到从后面出版来看 周瑜手里是三张红闪 对吧 这三张红闪你居然都去反见 我们把画头打空 看看周瑜有没有这个勇气去吃菜 吃菜了 那我们就进入二打二 二打二的话 由于我们两个人是齐心协力的 而袁绍吕布和魏妍 总归不是一个国家的 我们应该更容易去打赢啊 乐不思蜀 取风后绝赏 我杀 激阳 威武了 孙策威武起来了 还有一张属性杀 激阳过牌又过到一个属性杀 一会可以继续杀这个张飞 我们这里有这个 加一马是能够卡度为延的 这里还是不要卖血了 团圆结义没问题 挂连弩 找机会打一波啊 留下这个九杀 找机会这个用自己分序那个技能 远交顺手这个八卦阵 顺手藤甲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判刮八卦阵 然后藤甲呢是绝对能挡我们手里的杀的 而八卦阵的话是要看这个牌队嘛 所以我们带走一个人之后再杀一刀 进入单挑 藤甲挂起来 这样就不怕袁绍乱击了 单挑孙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虽然吕布的这个装备也不错 这里没必要打无邪可击 我们一般来无邪这个吕布的过拆 这样比较好 同时吉仰有过牌 换上寒冰剑 这把孙策就威武一波啊 先贴冰凉 后贴勒布斯鼠 下一轮打完之后再贴勒布斯鼠 好再来 把刀把距离卸了 距离卸了之后呢 对我们来说就可以安全一点 然后去寒冰他手里的手牌 手牌里面还有一张藏的距离 藏的也是非常深 神器到手啊 可以开始激昂了 章马蛇盲 吕布拿了冠石斧 现在比较担心他有火杀 不过我们还是要努力过牌啊 努力过牌 以过牌为第一要义 人王盾在章马蛇盲面前 就什么都不是 手里有一个桃子 没什么问题 火宫之后我们吃桃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呢 由于只有两只有两张伞了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留两张伞 这边有九杀啊 如果不留在两张伞就要中九杀 就是要完蛋对吧 一代牢 远交进攻 然后决斗再激昂 可以看到孙策的一个过牌量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以一局无国开始 再以一局无国结束 中间穿插了两局卫国 我是最蓝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国战视频 那么可以订阅优酷空间 来战旗TV观看我的直播 加入QQ群和我互动 我们下期国战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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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